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是位于北京房山区的一个大型水产养殖基地 这里也是北京菜篮子工程之一 基地出产的鱼品中 有一类就是被称为水中活化石的巡鱼 巡鱼的种鱼和供应市场的商品鱼 都是人工繁育和养殖的 这天基地又接到一家大超市的订单 需要进货巡鱼 这些巡鱼从小鱼鸟开始养殖 已经成长了一年多 体重达到750克到1000克之间 这种规格也是大众餐桌上最受欢迎的 基地出产的所有鱼品运走之前 工作人员给每一条鱼都要打一个小签 今天运走的量还好不多 如果量大 给每条鱼打签这项工作 就得花不少时间 刘老师 您这是在干嘛呀 这是在给咱的鱼打它的追溯码 追溯码 对 相当于咱这条鱼的身份证 鱼也有身份证了 对的 因为咱那个鱼就是全程追溯码 从它是鱼苗开始 它的鱼苗种来自于哪里 然后它在养殖过程中 吃的什么饲料 全都给你记录 那我怎么知道它是 怎么进行追溯呢 你看 这上面有这个码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扫一下 直接扫一扫 对 它的信息会出来了 房伪查询中心追溯信息 批次号产品名称来源 出汤时间就是今天 然后这有一个房伪 就是这个直到到我们餐桌之前 我就收拾它 做之前都可以保留着这个码 而且这个可以存放的时间很长 你就主要是为了防盗 防盗 对 防盗盗 因为这个鱼 他们如果说拿一些劣质的鱼 造成我们的鱼 这会对一些 就是咱们百姓们的餐桌上 造成一些不好的危害 不好的影响 养殖基地的理念 就是让老百姓吃上健康的纯净鱼 吃上放心鱼 给上市的鱼打上这样的追溯码 这只是对鲜鱼质量和品质把控的 最后环节 其实 基地从鲜鱼母本和父本的培育 一直到子代的养殖 都在科学的严格的管控之下 对于鲜鱼产业来说 鲜鱼的培育和繁育是关键 也一直是大型巡鱼养殖企业 最重要的工作 每条鱼都详细的繁殖档案 这条鱼每年繁殖都很好 繁殖的后代 性状 抗病性 生长速度很好 我就把这样的鱼给它留下来 继续繁育 这样才能做到好的基因留下来 这中间就需要庞大的群体 池子里面有多少条 这个里面有一百多条 这里面有一百多条 对 它们都在哪啊 这个水面很大 所以说看得很稀 我这么看 其实有点吓人 因为它们就在底下盘着 就特别像是进到那种 不知道什么物种的池子里面 每一只都硕大无比 我看那一只也超大 对对对 我觉得那个得有两米了吧 有 那个有两米多 大概有多少年的年龄了 两米的话可以十二三年 十二三年了 这个池子里面 这个养的 这个为什么这么大呀都 这个是咱们的轻鱼池 轻鱼池 就是一些特别优质的 品种 它的种质比较纯 给它们认得比较 就是这个是品种优良的爸爸妈妈 对对对 那他们的后代就也一定都是 特别优秀的小宝宝们了 是吗 池子里一百多条大家伙 是达氏黄 通常叫黄鱼或者 寻黄鱼 是寻鱼的一种 除了达氏黄 基地里还有西伯利亚寻 史氏寻 齿吻寻等种类 共有好几千条 它们可都是基地的宝贝 同种类的寻鱼和它们的子带 都是要作为种鱼培育的 因此得精心照料 确保它们的繁殖能力 鲜鱼性成熟至少都得六年 期间如果喂养不得当 就当不了合格的鱼爸爸鱼妈妈 再繁育也会带来遗传基因 也就是种质的退化 养的过程中营养不全价 它的营养吸收不到它的性腺里边去 它的后代的繁育也会出现问题 刘老师 您好您好 您是在喂鱼那时候 那我看这里面一共有好多个池子 这边是咱的熊湾水 一个鲜鱼培育车间 就是它们都是鲜鱼是吗 这里边 都是鲜鱼池子 一个池子大概有多少池 一个池子有五百多条 一个池子五百多条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池子 那就是三千多条 对三千多条 都是鱼妈妈 对都是鱼妈妈 一个池子是整爸爸 整爸爸 有一池的爸爸和五池子的妈妈 对对对 我帮您一块喂 行 直接就 直接咱这个喂鱼有一个什么方式呢 先骂也就是抓一些法法 然后再告诉这个鱼们开饭了 开饭了是吧 来吃饭了 还听不见是吗 对 你撒几顿你看 鱼开始 它就往这儿来跑了 对 总体是一个慢 然后大量的头 大量的头 然后再慢 最后一个慢 是为了让一些稍微瘦一些 抢不到食的那一鱼 可以吃到一些 这个喂鱼还有个节奏的问题 是吧 先慢后快再慢 为了让这些鲜鱼吃好 不仅投喂方式有讲究 他们吃的食物就更有讲究了 养殖基地提出科学的营养添加需求 向饲料厂家定制生产 这种鱼食为什么好 为什么是清一料的 因为它用的鱼粉 鱼粉 非常的优质 鱼粉是什么呀 就是鱼磨成的粉 就有一些好的鱼 各种鱼都可以做鱼粉 只不过是看它那个原材料 那个鱼是新鲜的还是不新鲜的 因为它这个鱼粉 跟它这个饲料的成本是最挂钩的 现在你闻这个是鱼腥味 是鱼本身应该有的味道 如果说那种劣质的饲料 你一闻就是那种刺鼻子 有臭味是吧 对对对 所以这个其实虽然是香 但是还挺香的 对对 有点像鱼片的那个味道 对对对 对 那它这里面除了有鱼粉之外 比如说需要给妈妈们 鱼妈妈们补充一些什么营养吗 你看就像咱这些鱼食里边 它有鱼粉 豆泊 豆泊 对然后各种维生素 还有矿物质元素 这是必须的一些元素 鲜鱼从出生成长到七年 至十二年 就可以再繁育 这种营养的美味 也可萃取里面的精华 制成护肤用品 对于鱼鱼养殖行业来说 同种类的鱼鱼代代繁育 能确保轻鱼的数量和种质 也带来优质的鱼子酱等衍生产品 不同种类的鱼鱼之间 杂交繁育的后代 生长快 抗病害能力强 因此被作为商品鱼来养殖 供大众食用 从食用角度说 养殖鱼类因为高密度 水质 饲料 防病害等等多方面原因 会在鱼体内产生一些杂质 从而影响鱼的口味 如何提升人工养殖鱼品的口味 一直是水产科研人员 和养殖企业研究的课题 这是防山水产养殖基地 一个特殊的生产车间 所有的商品鱼上市之前 都先要在这个车间的池水里 赞养一段时间 里里外外洗个澡 净化后才能供应市场 车间里的设备和水池 看着没啥特别 为何能让鱼儿洗澡净化呢 水在自然中间 它是一个大分子团 并不是说一个一个的水分子 然后咱这个设置出来以后 它就变成小分子水 小分子水 对 因为正像咱那个细胞 它有专门的水通道 可是呢 它这个水在自然中方下 大部分是大分子团来存在的 它进去细胞里面 所以说能进到细胞里面 很少 最后把大分子团打出以后 它可以更方便的 更菜更多的进入这个水分子里面 更多的水分子进入鱼体内部后 不断循环交换 促使鱼进行代谢 清理掉体内在养殖过程中 积散的杂质 经过净化处理的鱼儿 和没有经过净化的 真有很大区别吗 创新进行时 稍后继续揭秘 经过净化处理的鱼儿 和没有经过净化的 真有很大区别吗 眼见为时 记者请技术人员 在实验室里 解剖净化前后的鱼鱼 来做验证 现在摆在这儿 是有两条鱼 应该是一个是属于净化锅 一个是没净化锅 对 虽然说有一条是咱俩一块给它捞上了 但是我这一块分不出来了 哪一条是哪一条 这条是咱处理过的 也是净化锅的一条鱼鱼 这个是咱从级别外面的养殖堂里 直接捞上来的 没有处理过的鱼鱼 那它们两个其实从外观上看 差别还挺大的 就感觉这个好像有点发暗 然后这个你看它皮肤的色泽都好像很透着那种水光光的感觉 因为在这个鱼经过咱俩的处理以后 它还生活在一个非常愉悦的环境里 然后它的体色就会变得非常漂亮 体肤紧致 对对 这个就是生活在大共的池塘里 生活条件没有那么优越 所以说它的体色就会稍微畅一些 从外观上看 净化前后的两条鱼鱼的颜色差别非常明显 那两条鱼的体内还会有很大的区别吗 直接先切一刀看一眼 好 就是在它的背上 对 你看它的肉质 现在是这样子 很白 很白很嫩 对 来看看这个 好 你看它这个的肉质要对于那个一些 它要散一些 对好像没有那么整 这个因为你一刀切下去就感觉这个肉很脆 你看这个纹路 粘连的这个 粘粘的感觉 对 所以说明它的肉质不是那么紧致 咱们从外观看出来是一个方面 它们最重要的区别还是从口感上 从它的口感 从它的味道上面 这个的口感吃起来没有那种土腥味 或者那种鱼腥味没有那么重 这种就吃起来它的鱼腥味要重一些 经过解剖观察 不止鱼肉的颜色和质感 腹腔的内壁和血液颜色也都有明显的差异 你看它的区别 这个 这个好像看不太出来有什么血管 粉嫩 有光泽 对 这个就是它纯色 它这个就像是有点那种静脉曲张似的 好像有很多的毛血血管在这 对 真的有感觉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它生活的条件 还有它那个体内堆积的一些不好东西比较多 我们外面这个净化的技术 相当于把它血液东西都给它净化 对 养殖基地作为北京菜篮子工程之一 从寻鱼亲鱼的培育 商品鱼的养殖配送 一直到达消费者餐桌 对于鱼品安全和品质的把控贯穿始终 养好鱼的同时还要坚守环境友好性理念 环保 安全 高效地利用好水资源 鱼要生长一定是要投为饲料 那么饲料呢 它里面含有大量的蛋和磷 那么有一部分呢 被吃进去之后变成了生长的一部分 那么还有很多变成了粪便 没有被利用的饵料 一部分沉寂到池底 那么一部分就溶解到水体当中 当水体中的氮林超标 就导致水体负营氧化 产生大的藻类 绿绿的一片 也就是藻滑现象 会严重污染水质 那如何避免水质污染 如何高效地利用好水资源呢 从养殖基地建设之初 北京水产科学研究所的专家 就指导设计了一套 水资源循环利用系统 红尊鱼 巡鱼等鱼种 对水质及洁净度要求比较高 养殖它们使用第一级地下水 换排出的水成为二级水 经过预设管道 进入鲤鱼 连鱼等 对水质要求较低的池塘 这些池塘再排出的水 淡连含量相对较高 直接排掉既浪费水资源 也会污染环境 得让这些水有个去处 走进养殖基地 会发现成片的水稻 紧连着稻田 是长满水生植物的水渠 养鱼的基地 为什么种植水草和水稻呢 这个水草是我们设置的生态沟渠 生态沟渠 对对对 然后这沟渠里面 我们会种不同的植物 那么是通过筛选出来的 一些具有高进化能力的植物 这一片是香谱 为什么要选它种在这呢 我们在选这个植物 它是有几个标准 首先就是说它的进化能力强 对淡泥的吸收能力强 那么它能有效地去除这个水体中的淡泥 这些水生植物究竟是如何进化水质的 效果到底如何 创新进行时稍后继续揭秘 原来鲜鱼养殖池里的一级水 被鲤鱼连鱼二次利用后 通过地下管道进入了生态沟渠 水里残留的淡泥 在微生物的作用下 被一些水生植物吸收掉一部分 进行了一次进化 然后再流入稻田 养稻的同时 对水进行二次进化 在稻田进一步进化之后 然后这些水再经过粗沉淀 以及过滤 然后消毒 然后重新回用 变成养殖用水 然后从总体来达到徐环 同时我们在稻田中 因为稻田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栖息地 那么可以养一些小龙虾 蟹这一类的 这样我们既把水给养好了 同时又获得了另外的经济效益 科研人员通过科学的精确的计算 房山养殖基地 一百多亩的养殖水面 需要一比一配置 一百多亩稻田 在繁育和养殖好 鲜鱼等多种鱼类的同时 还收获了有机水稻 最重要的是 安全高效地 用好了水资源 今天鲜鱼已成为一个产业 人工繁育和养殖的鲜鱼 已完全能满足人们的需求 不再捕杀野生的鲜鱼资源 保护好这种古老的物种 是人类共同的责任